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想拍一個review 不是關於護膚品化妝品 而是網上一個非常熱門的代餐奶 就算你沒吃過都好 應該聽過它的名字 見過的樣子 就是手上這一堆Glam D代餐 我已經儲齊了,吃完全部的味道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食口感 究竟好不好吃 然後是不是吃它們真的減肥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其實早在3月的時候 我已經接觸Glam D代餐奶色 當時是八卦的 因為每個人都說得很好吃很吸引 究竟是不是 我吃過不同的代餐不同的蛋白粉 都覺得它們不像食物的味道 是有一股很假的代糖味 之後我不願意繼續吃下去 所以當時既然有機會 不如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坊間說得那麼好吃 Poll上IG story 發現大家都很有興趣 不停問我意見 但是我還是回答大家想試多一會兒 才去分享 現在過了兩個多三個月 都覺得是時候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我吃下去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印象就是 它們真的好吃 其實是非常有驚喜的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說很好吃 然後很棒 我自己也是有一點折扣在那裡的 因為我自己實在重複太多次了 但是我當時第一個吃的味道就是白雀茶 它真的真的好吃 令我整件事大有信心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話 應該是這四款 有白雀茶 曲奇味 巧克力味 和麻糬味 口味這件事 晚一點再詳細說 現在不如開一包給大家看看 究竟它裡面有什麼 一包裡面是有40g的代吞奶色粉 大家令它後面 它的包裝是透明磨砂的 可以看到些粉的 但是想清楚一點 我決定倒出來 我手上這個是曲奇味道 除了粉末之外 大家應該會看到裡面是有點脆脆的 直接沖水給大家看看 剛才還是粉末 未看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加了水 大家可以看到表面有些白色啡色的粒粒 白色的粒粒是提取自舉若根部的蒲金露醉糖 它們的水就會膨脹 所以為什麼我們喝完的時候會覺得有飽足感 然後一杯是有7種穀物8種蔬菜的原材料粉末 它其實已經足夠我們一天的營養攝取了 有8種維他命 9種必須安基酸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吃了代餐 沒有吃正餐的時候 營養攝取會不會不夠 不均衡呢 是不會的 它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飲品 但是說到多健康都好 如果它是不好味 令我不願意繼續喝下去的話 真的說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的好味 極速已經喝光了 喝下去真的有一種奶色的味道 再加上上面有點脆脆 有咬口 是不會覺得難受 不會覺得清淡 很寡的感覺 然後關於甜不甜 我覺得可以自己調較 因為後面這裡有兩個加水位的 如果你本身是比較喜歡吃甜品 比較受得甜的話 就可以加到正常的位置 如果你沒有那麼喜歡吃甜品的話 就可以加到小糖 然後好像我這樣 是不喜歡吃甜品的話 我會再加多一點 而另外我也是試過加牛奶去沖 不是加水的話 是會甜一點的 一開始我也有提及過 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四個口味 剛才喝了那個曲奇味 真的好像曲奇霜的雪糕味道 然後這個白雀茶味 應該大部分女生都會喜歡 它好像手搖飲品一樣 然後朱古力味是有驚喜的 因為我真的試過很多代餐 然後蛋白粉都是朱古力味 全部都是很假的代糖味 這個真的像朱古力飲品 大家上次看到金山 一個不是減肥的男生 都很願意去喝 就知道它不是奇奇怪怪的味道 然後就到這個麻薯味 它是這麼多個之中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甜的 它是像五菊粉那些 我自己是挺喜歡喝五菊粉 所以都挺喜歡這個 但是我知道五菊粉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所以就要看你自己個人口味 然後去到抹茶味 我一定要混奶 因為如果不混奶的話 它是有抹茶的甘苦 加了奶之後它會像抹茶辣椒 我是喜歡喝的 但是如果加水的話 我就覺得一般了 然後去到最後這個士多啤梨味 最新也是最多朋友有興趣 不好意思 我是不吃士多啤梨 不喜歡吃士多啤梨 所以這個 它真的很像士多啤梨奶色的味道 我自己就一般般了 純粹是我個人不吃的 我也有朋友 本身是很喜歡士多啤梨的話 他們都喜歡的 這就是我對於所有味道的一些感想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而除了味道之外 另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包裝 真的非常方便 你扭開了蓋子 會看到它的瓶厚位不小 所以你用飲水機也好 水壺也好 都可以輕鬆把水倒進去 然後倒到深熱的層級 然後關上蓋子 扭緊它 令粉完全融化了 不需要很久的 大約一分鐘以內就可以了 那你就已經可以飲用了 不需要倒進碗裡 倒進杯裡 剛才我倒進杯裡 是希望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但是平時不想洗東西 又懶惰 或者你在外面不一定有氣餅的時候 真的加水就可以喝 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巧妙 就是我很少說一加完水 令它完全融化了 就喝了 我會等多一會 大約等多15分鐘左右 令它的矽弱發大一點 你的飽覆感也會再強一點 講起飽覆感 很多朋友都有興趣想知道 究竟一包的代餐是飽不飽 它可以捱多久 撐多久 這件事真的因人而異 因為每個人的食量都不同 有些人要吃兩三碗飯才夠飽 有些人一碗飯 有些人半碗飯已經吃不完 所以它的飽覆感到哪裏 每個人都不同 以我為例 我是不吃早餐的 平時沒有早餐習慣的 12點半吃一包 再加一隻雞蛋 可以到7點左右才肚餓 然後有朋友 真的有觀眾 本身是吃Glam一點的代餐 他告訴我 是用它來代替早餐 到中午中間的兩三個小時 都不會覺得我 然後我也有朋友 是雞蛋 是練先那種 可以一包再加一隻雞蛋 就全一 這個我都做不到 然後我也有朋友 剛剛開始吃它 平時它是吃很多東西的 然後他告訴我 吃完之後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他已經開始覺得肚餓 所以這件事會因應你本身的食量 去決定取決於它的飽足 如果本身的早餐是吃一些套餐 炸牛肉麵 放包加兩隻雞蛋 再加一杯夜飲 全部吃完才滿足夠飽 當然你不會無緣無故 變成吃一包這個就夠了 但食量是可以調節的 曾經我也是一個吃很多東西的人 但是慢慢逐少逐少去減 到最後我可以一包再加一隻雞蛋 可以捱到五至六個小時 好了 延伸到另一個問題 究竟吃完這個代餐 減不減肥 其實這件事就要看你怎樣配合了 它不是神奇的減肥药 不會吃完一包兩包之後 無緣無故瘦了 它是代餐來的 代替什麼呢 真是很取決於你的決定 如果你說我吃完它之後 繼續大魚大肉的吃薄薄 自助餐 雞煲 打邊爐 燒肉的話 它幫不了很多 減肥的道理說出來很簡單 四個字而已 熱量赤字 即是怎樣呢 我們消耗的熱量 要比我們攝取的熱量高 其實減肥就做到的了 但是做起來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吃一碗沙爹牛肉麵 已經是600多卡路里 但是我們要走一萬步 才會失去500卡路里 我們吃一碗白飯 都是220卡路里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用這些代餐 去代替一個正餐的話 它們大約是150卡路里一包 是差很遠 大家有數得計 我們吃多少東西和動多少 都是一個加加減減的數字 但是如果你說 我吃完這一包之後 真的吃很多其他東西 或者我是沒有用它來代替的 只不過口癢的時候 才吃一包 其他三餐只要吃的話 當然它不是一個減肥的產品 所以要看你怎樣去對待它 怎樣去用它 怎樣去配合你自己的生活 才可以做到這個減肥的效果 所以我就不會跟大家說 究竟我可能吃一個月之後 減到多少磅 因為中間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沒有做運動 有沒有吃其他很豐富邪惡的東西 之後我怎樣去配合這個代餐 都會影響到減肥的成果 以及你本身肥胖的程度 例如我自己 其實雖然大家都覺得我不是很瘦 看來它在螢幕上很肥 我是不夠100磅的 所以我很難說 例如吃幾餐的代餐 無故減了10磅 在我身上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認真把它去代替一個正餐的話 我試過一個星期 看到自己瘦削了 大家平日看到的影片 有一個星期突然間我的臉尖了 大家就會看到原因是什麼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吃了幾個月的這些代餐奶色 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對於代餐奶色的一些看法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有興趣吃這些代餐奶色 想控制自己的體重 自己的身形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真的很好吃 你不會覺得自己受罪 很慘地減肥 要吃一些很淡貌 沒有味的東西 很辛苦 很寡 它們真的很好吃 然後 我也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想知道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這條影片做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就三天 逢星期日的就十二天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